教练健康 关怀维护你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收看 住在LA的教练健康单元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的是 经常会看到的脊椎侧弯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脊椎侧弯 那么有哪些人比较容易脊椎侧弯 那怎么解决跟怎么保健呢 赶快来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依旧是 脊椎神经治疗专科林医生 林医师 林医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医师之前跟我们谈到很多 有关于脊椎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专注于脊椎侧弯 那脊椎侧弯我听说很多小孩子 都有脊椎侧弯的问题 到底是多少 这个几率发生的这个 有多少 OK 也不能说很多小孩子有这个问题 一般来讲差不多 一万人里面大概有一个 这样子已经算是蛮多的 那而且我们也要看说它的严重程度 有些严重到它需要开刀 有些严重程度是保守性治疗 就可以给它矫正 有一些是就是说它是有侧弯 但是还不需要治疗 也有可能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 越早发现是越好 到底什么叫做脊椎侧弯 脊椎是直的嘛 是吧 是的 是的 那脊椎 让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的脊椎 各位看到了是从背面来看这脊椎 正常的脊椎呢 我们都知道要直 要直的 那在侧面来看呢 是要有一个弧度的 那什么叫脊椎侧弯呢 是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它有产生一个很大的角度 很大的角度 一般来讲我们要去测量 它的侧弯的角度有多大 超过十度以上的 我们才称为脊椎侧弯 所以它有可能是往左边 有可能是往右边 有可能就看它的成因是怎么样 那它左右都有可能 只要它侧弯的角度超过十度 我们在X光上来 就是说测量角度 超过十度以上 我们都称为脊椎侧弯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脊椎侧弯的问题 脊椎侧弯的问题 基本上它的原因蛮多的啦 不过我们最常见的是 就是说知识问题 在小孩子 在他们在比如说 在成长的时候 他们有不良知识 那父母亲或者是大人 没有去注意的话 时间久了会产生的 他的这个韧带跟韧带的不平衡 都有可能产生它侧弯的问题 所以知识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以坐的姿势呢 还是站的姿势 还是走路的姿势 大部分常见的是坐 坐姿不对 坐的比如说 应该正常我们要坐椅子上 对 OK 那坐椅子上的坐姿不对 那也长期下也会产生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坐地上 常见我们让孩子坐在地上 时间久了基本上也不好 真的啊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坐床上 那床是让我们睡的 不是让我们坐的 在床上 比如说做功课或怎么样 时间久了 也会造成不平衡 任何东西不平衡 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比较 就是说扩大它的问题 问题面就对了 有些小孩或是 其实有些成年人 他们会有睡前看书 那不就是坐在床上看书吗 这时间久了也不好 对当然不好 OK 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 比如说只是读个五分钟的书 也许OK 但是如果他读的是五十分钟的话 那就不对了 我们常见有些孩子长大以后 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teenager的时候 那可能就在床上 就像我有三个小孩也是一样 他们在床上念书 时间一久 问题就会来 打电脑这些都是 所以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书桌就是让我们念书 做功课用的 床就是睡觉用的 你要把这个功能让它清楚 把它分开来 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坐姿要正确 对没错 但我们常发现有人就说 会腰酸背痛 腰酸背痛的问题 这是很常见的 但是对小孩子来讲 不会去注意这些问题 因为他觉得这腰酸背痛 他一下子就解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子身体比较柔软 他们比较flexible的情况之下 他们症状不会太明显 所以他也不会跟父母亲讲 对对 他不会去complain这个问题 通常都是等到他痛的厉害 而且几天下来无法解决 才会跟父母讲这个问题 我们父母亲做父母亲 怎么样去检查说 我的小孩有没有脊椎侧腕 OK 检查脊椎侧腕的方式 在我们有一个screening的方式 是比较简单的 待会我可以教给各位怎么做 回家都可以自己做看看 那越早发现这个问题 越早赶快找专家来处理 是越好 我们只要背对着病人 然后呢 我们先看他的肩膀高低 他有左高右低的现象 然后呢 请病人呢 慢慢的弯下腰 低头弯腰 我们可以注意看他的背 左高右低 有没有 当他下来一点的时候 他就变平的了 如果是平的 表示他就没有问题 是balance的 然后我们再请他 慢慢的站直 站直起来 你可以看到 左高右低的现象 在这个地方 OK 好 站直 然后一般来讲 你可以看到左边 右边不一样 OK 这就是我们检查 脊椎测腕的一个方式 在学校的话 每 就是说六年级的时候 通常学校的护士 都会做一次screening的检查 那一般来讲 chiropractor 我们脊椎神经专科的医生呢 都有提供免费的检查 这个脊椎测腕问题 OK 我们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做筛检 那筛检的话是很快的 我们也可以交给各位 父母亲自己做检查 也可以 OK 那至于要真正确认 是脊椎测腕的 到第几级的程度 通常我们都必须要 就是说 照X光 来检查才知道 那脊椎测腕需要开刀呢 脊椎测腕的话 如果需要 一般来讲 如果说它已经 弯的度数超过 40 50度以上的话 然后会产生心肺功能 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就可能需要考虑要开刀 所以它如果弯了 40 50度 那应该是长期下来 所造成的咯 对 也许是长期下来的 也许是短期的 所以也很难说 通常我们必须要 就是说临床上 要配合着 要看这个病人的进程怎么样 所以如果很严重 还是需要开刀呢 对对对 有没有办法 做什么样子的保健 就除了知识要正确之外 一般来讲 我建议就是说 孩子的就是说 早一点发现 当然是很重要啦 那知识的就是说 保持 还有要注意 这个小孩子的知识问题 那保健方面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已经有 脊椎测腕的问题的话 通常我会建议就是说 让孩子游泳 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有 侧弯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还是做 就是说直立式的运动 比如说跳跃的运动 跑步啦 比如说打篮球啦 很多跳的运动 都会怎么样 会让这个弯 变得更厉害 嗯 但是如果是游泳的话呢 就不会了 他就没有这个压力 会让他变得更弯 甚至他有一个趋势 会让他变直 嗯嗯 OK 所以通常我们在治疗 脊椎测腕的话 都会建议病人呢 必须做游泳的运动 配合这个治疗 这样才能够hold住 他的这个 我们治疗好的脊椎 那我们在治疗上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 黄金治疗期 对 那一般来讲 我们建议在16岁以下 来做治疗 越年纪越大 他的那个 就是说骨头 该化的现象 就觉得越来越硬嘛 还有他的这个肌肉韧带 都会变得比较更强壮 当他变得更强壮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的脊椎呢 固定在一个位置 嗯 当然我有一个 年纪最大来做 脊椎测腕治疗的 因为他是痛得很厉害来 才发现他有测腕的问题 那他年纪 那当时是57岁来做治疗 那治疗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有进步了20% 所以已经算是不错了 但是之后就没办法再进步了 所以真的就是 把握住黄金治疗期 因为这种脊椎的毛病 是伴随着我们一生 没有错 没有错 那你如果一生都是腰痠背痛 都是有受到这种脊椎痛苦的话 那真的是很难熬的 确实确实蛮难过的 这个病说真的 要死死不了 但是你知道 又很难过 对啊 好 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 跟我们分享了 关于脊椎测腕的问题 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 同样时间继续做定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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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